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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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 你说是不是 你可以看到在上礼拜的一个时候 包括的一个伟创广达 上礼拜下杀下来 甚至伟创一度下杀跌停牌 我问各位谁敢买 谁敢买 市场上没有一个专家敢买 只有大西洋敢 为什么我敢 很多的专家都看到伟创大涨上来 广达大涨上来 才来告诉大家说 AI好 AI棒 真的是很感谢 这么多的一个专家 这么多的一个同业的认同 但是真正机会来临那个时候 谁能够带你来掌握 我常说领先才是最好的投资 跟着大兄 你也可以跟着一起赚 不是吗 你可以看到 比如说像3231 那个伟创 伟创我们上礼拜 我们在8月4号 你看8月4号都有讯息伟证了 上礼拜有下杀下来 当天下杀跌停板 不啰嗦 说了 说了 别人不敢买 我带你我带你买 我带你来赚 买进之后 你可以看到 昨天涨停板 昨天涨停板 那么今天呢 今天开高大涨上来怎么做 如果你是我的会员师 我的一个群组粉丝好朋友 我相信你都非常的清楚 早上9点11分 为什么我说 大兄的一个群组 你如果想要掌握盘中第一手的讯息 这个就务必要赶紧加进来 如果你想要掌握的一个 每天第一时间 未来有50%以上的一个 获利空间的一个主力标股 那么9的你一定要跟上 你可以看到 在早上9点11分 我在Telegram我就提醒大家 就提醒大家 我说今天开高大涨上来 爱赚多少看你自己 破断绍好停滴就可以了 为什么爱赚多少看你自己 破断绍好停滴就可以了 因为连三天 大涨上来 短线一定会震荡嘛 但是震荡我可以告诉大家 震荡病还没有结束 震荡过换手过后 未来还会怎么样 还会更精彩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你可以看到漂亮朝廷成功 从8月4号买进 到今天短短三个交易日 一张价差21.5块 不要坐100张就好 100张就让你可以开心赚进 现赚215万 谁来带你做掌握 相信大家眼睛都是血亮的 感谢大家共襄盛举 那重点来了 第二次上次的机会在什么地方 如果你不晓得怎么掌握 赶紧啊 自通电话打进来询问 大师兄来祝你一辈子力 再来包括了一个广台也是一样 8月4号 你看8月4号 8月4号当天开地下来 礼拜五谁敢买 谁敢买 完全穿价成交而且一出手 买三成 买三成 当机会来临的时候就是要懂得重拳出击啊 买进之后你看昨天掌停板 哦那么今天呢 啊今天早盘开高开高上场上来 你可以看到9点19分 我怎么跟我的一个家族成员报告的 哦说我们的一个广达啊 加码单逢高啊 哦的一个获利调节的一个部分的一个加码单之后啊 哦那么预计近代啊 哦押回到什么地方 我们还要再怎么样 再买回来 要全力重拳出击 到底这什么地方 都在大胸的一个掌握之中 从礼拜五到军贴三天时间 同样一张价差40块 100天你看我的一个VIP特别会员朋友 一出手买50张100张 100张就多少 100张400万 100张400万啊 所以会不会是问题吗 会不会根本是小case啊 甚至我的一个会员都已经续约一年两年了 还自动的一个这样 还自动的一个升级啊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会员 你看你今天跟着大胸真的是非常的一个幸福 非常的一个happy啊 那么重点来了 今天开高震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整理啊 那第二次上车的一个机会在什么地方 想把握的话 赶紧跟上大胸的一个脚步 那么再来包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双红 相相对对万年富贵啊 我就告诉大家 散热模组我就是带会员朋友锁定的一个奇荣 包括双红 你可以看到这一波的奇荣双红 哇 这一波的改表现真的是 真的是强调不好 那么双红你可以看到我们啊 缔造累计价差 缔造超过110%的一个 的一个全国澳人的绩效之后啊 哦那么最近反而上来没有叫你追哦 哦重点是如果压回的话啊压回啊 第一阶上课的一个机会到底在什么地方啊 想要把握的一个投资朋友哦 务必务必跟上脚步哦 哦再来包括的一个光宝科也是一样 AI电源的一个宝哥 五天价差超过22%啊 都有信息为证啊 高档全数开心获利换口袋之后啊 那么今天震荡拉回来好棒为什么 拉回有拉回你才有什么 减便宜过的一个好机会嘛 那么重点是拉回到底拉回到什么地方 啊又会是一个漂亮的一个机会 我想这些你都要非常的一个清楚 哦包括是武器的一个导轨啊 的一个的一个窗户也是一样啊 啊你可以看到这档的一个股票 我之前我就提醒过大家 我说千年目标达成你不要追了 啊我们已经全数开心获利换口袋之后 哦那么最近开始啊 的一个让啊 的一个震荡的一个拉回做整理 那么重点来了 啊在震荡拉回的一个过程当中 第2次啊的一个上车的一个机会 到底是什么地方 啊我想这些你都要非常的一个清楚 哦那么如果说你不晓得 啊怎么样来做掌握 啊你有想要跟着大兄 一起 同步来掌握的一个好朋友 来 标股新天听来的我带着过 你务必赶紧加进来 啊只要你有想要每天第一时间 知道未来有50%以上获利空间的一个 底部起场主力标股 哦你可以直接点选啊那一个右上角 哦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首页啊 大兄啊每日标股全攻略 哦你就能够 免贿 线上直接收看 哦那么如果说啊 哦你认同大兄啊的一个选股功力啊 跟啊的一个操作的理念啊 也欢迎各位举手之劳 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让更多人可以看见我们的影片 如果你有不同意见或想知道更多 也欢迎各位在底下留言板 把你的想法把你的一个看法把你的问题把它写下来 让大兄知道你 你在想什么 哦我也会 啊随时啊 啊 的一个帮大家啊做一个怎样 啊提供完整的一个分析啊 啊跟分享 哦现在是在跟我们的啦 非常的一个感谢这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 啊的一个支持跟爱护啦 我常说啊 啊行情先要定位趋势必须认清 涨什么跌什么你一定要知道 哦当你能够完全彻底掌握之后你才不会像无头昌银一样 每天一直从务在做最高杀低的一个宿命这一点很重要 啊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先阶段的一个行情我就告诉大家 短空中多的一个格局 8月先蹲后跳的一个行情不要怕拉回 有拉回就有低级上升机会 选股加纪律化的一个操作才是绝战获利之胜的关键 啊为什么我会这么看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你想想看哦 啊今年啊现在已经7月了嘛8月了嘛 那进入的下半年下半年整体的景区会不会变得 比啊上半年还要差不会嘛 啊因为下半年又是电子传统产业的一个旺季嘛 啊尽管啊有些的一个华硕位啊大佬啊试出的一个言论啊包括的一个库存的一个调整可能会延续到的一个第四季 啊但是啊不论是从IC设计啊啊联花科啊包括的一个一龙店啊甚至在到的一个品牌场的一个 的一个宏肌啊 华硕啊甚至面板的一个双虎啊 那这些大佬也都啊不约而同啊也表示啊说整个的一个最坏的一个长的一个时间已经过去了 啊纵使啊目前你还感受不到 整个付出强劲成长力道 但是至少 在整个的一个第三季的一个旺季需求来临啊整个的一个长的一个企业啊整个营运啊将可望逐步回稳上来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啊那么第二个我就跟他说过AI啊啊 AI绝对是啊会持续贯穿今年下半年跟明年的一个台股的一个主轴没有改变 啊为什么我会怎么看我待会再好好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哦那么再来啊就是最近的一个拉回最主要就是什么 啊外资卖嘛那位置为什么卖 啊因为啊美国在新平等遭到会议降频 美国就位数据表现量也是的美元的一个指数啊持续获得的一个支撑 亚季竞扁也造就新台币汇率的贬值 那新台币汇率的贬值外资卖啊资金啊撤离的一个是吧 啊亚洲新新市市场国家所以你会发现呢最近外资调节动作不断也造成 啊的一个台台北台北股市带来的一个无形中的一个压力 但是就中长期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 啊我问各位啊啊随着一个美国的一个通膨降温啊美国领准备的一个升息循环已经进入尾声了 那未来的一个新台币汇率是持续走扁的几率大还是怎样 还是 走升的几率大 我相信大家都是聪明人啦 啊短期当然是怎样啊短期续扁但是已经来到的一个31块8 啊接近30块的一个关卡 啊那么已经来到的一个这样短期已经来到的一个紧绷了嘛也就是说 预期到什么8月中下旬啊整个这个新台币汇率渴望怎么样 纸贬回升纸贬回升热情会回流到的一个台北的一个亚洲信息市长的一个国家 那对于的一个股市啊在资金的益助私下又渴望啊推升的一个这样啊 啊股市的一个这样啊向上的一个行情 所以新阶段的行情就如同我跟他说的啊短空冲多区间震荡格局你不必想太多 哦那么我知道很多人在担心说 哎这一波拉回到底会有多大啊我可以告诉大家你不要想太多就像什么 啊就像在3月份的时候你看3月份啊啊指数来到15879点 然后震荡拉回来到15816点来到的一个前波的一个缺口的一个支撑啊 获得的一个支撑当时候整理的一个啊的一个三四个月的一个时间 后来再从15000多点一路飙涨到多少啊17000多点啊当时候大兄就告诉大家 我说下周开地会有一个漂亮拐顶机会我相信你都见证到了 那么现在的一个情况也是一样他在进行的一个中断的一个区间震荡整理 啊那么下档的一个缺口支撑啊16323到16457 前地16593 哦那么在下档啊都具有相当强劲的支撑 啊不管啊季线破也不破我可以告诉大家 有拉回就有DJ上车的一个机会 哦那么重点是拉回到底要怎么卖 哦我想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啦 你可以看到 不论是从过去的一个历史的一个经验来看的话 2012年也是一样嘛 年线翻扬上来 涨多整理换手之后再工 哦2016年也是一样涨多整理换手之后再工 2020年也是一样涨多整理换手之后再工 同样的现阶段的一个情况也是一样啊 党多进行的一个让的一个整理嘛 啊那么整理之后啊后面还会再继续往上钩 啊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应该8月8月中下旬啊 啊那么久或到9月啊 啊那么整个这个台北股市又渴望啊 营造一波的一个这样啊的一个景气的航行 啊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机会啊 啊那重点在个股个股到底要怎么来掌握 啊那么多方真正的一个主流在什么地方 就跟他说过要买啊就买 啊真正具有大波段啊爆发成长潜力的一个主流股 而不是去买底部不会动不会涨的一个股票 那么真正具有波段到爆发成长潜力的 的一个股票在什么地方 啊包括的一个这样 包括车店嘛我告诉过大家嘛 包括的一个出人嘛 啊但是尤其是AI为什么尤其是AI 啊你可以看到啊NVIDIA执行长啊 这个华廷勋也说啊 他说AI正在历经的一个iPhone的一个时刻 你可以看到过去的一个iPhone的一个时代的一个问世啊 哇造就了一个智慧型手机啊 的一个将近10年的一个这样 啊的一个大放光芒啊 那么现在的一个AI的一个时代的一个来临啊 未来在5年到10年啊 啊整个的一个啊的一个资历全球 价值高达一照的一个美元啊 啊的一个资料中心基础建设 都将啊从一般运算升级到强大的运算 那这些是一个非常啊 非常大的一个商机啊 啊那么包括的一个美国四大的一个啊 的一个的一个 的一个云端服务商啊 Microsoft啊 Google啊 Meta啊 亚马逊啊 啊那么也都相信表他要 扩大投入的一个AI的一个应用 同时要持续扩建啊 云端基础建设啊 也就是说 从下半年开始 整个的一个的一个AI式武器 的一个需求量 成长的一个爆发力 才要开始 啊那么预估至少都有啊两倍到到四倍 明年啊 整个需求量有两倍到四倍啊 那他会带动的一个什么 带动相关的一个零组件的大商机 尤其比如说啊在整个AI伺服器的一个CCL的一个通波基板啊 他的一个内含价值是啊过去传统伺服器的一个高达六倍左右 哦那么 冰冷水冷室的一个散热模组啊 啊他的一个价格啊 啊相当于过去的一个传统价格将近八到十倍 哦所以你可以看到不论是在质量 不论是在数量 不论是在单价都大举攀升至下 所以为什么大宗说这是百年难得一见的一个机遇啊 啊那么甚至啊包括的一个这样包括的一个啊 啊阿勒西亚他也抢先一步啊 他说啊因为人工的一个智慧跟AI的一个啊 GPU加速成长啊的一个成长线非常的一个强大 所以他把NVIDIA目标价喊上一千美元现在的一个NVIDIA才多少才400多啊 啊也就是说啊未来会出现的一个这样啊今年的惊人的一个成长 光是晶片的一个成长哦 哦尤其现在AI伺服器承受力还还不到5% 还偏低 你不要等到伸透率大举提升了哇整个的一个爆挖出来 这个时候我可以告诉你很多的一个股票都已经大涨 大涨不止一倍两倍啊可能大涨三倍五倍啊 难道你要等到大涨三倍五倍你才要追吗当然不要啦 所以你可以看到盘面会说啊你看今天表现最强的在什么地方 啊就是大涨跟他说的AI的一个相关概念股 啊你今天 啊有这么难得的一个啊的一个机会你 你你你不来掌握 你不来赚你你要赚什么股票 你要赚什么股票 你可以看到今天大涨的都是AI 啊或者是跟车店有关的一个股票 啊但是AI我还是要强调同样AI 你还是要选退股票 比如说同样AISIC设计的一个创 的一个4型KY你看 AISIC设计为什么我带会朋友 我买4型KY 啊有讯息啊讯息为证啊 你可以看到啊 我从930开始买 我就告诉大家我一路看好一路看好 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改变你看这一波大涨来到2310块 啊你今天跟着跟上大修那个脚步 啊一张就好一张价差就多少 啊1380块 就让你可以开心赚进1380万 啊但是如果说这段的一个时间你去买创意的话 对创意之前啊大涨一波上来 啊但是大涨一波上来 你可以看到为什么两个的一个后面的命运大不同 啊因为什么 因为创意的一个话说会 啊是利空啊那 啊公司下修全年营的一个营收的一个啊的一个目标跟展望嘛 啊那么整个全年的一个获利可能由成长转为衰退 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最新的创意从20002000多块一路摔下来 而且这样一摔一张就跌掉多少 啊700多块啊 啊你看一来一回插脑嘴 所以为什么大兄说你一定要懂得来找大师兄 我并不是说创意不好啦 啊因为创意今年啊他的一个目标下修 那下修股价也跟着下修 哦那么BABY他下修跌真的跌生了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股要 哎又值得我们来留意 这是以后的问题我再慢慢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但是至少你可以看到啊 同样ASIC设计 为什么我们掌握到的一个四星区歪 啊能够一路的一个这样啊的一个大涨上去 啊那么再来你可以看到啊 啊如果说哎你买到的是威胜 哦我要跟他强调啊 真AI假AI真假AI 你务必要弄清啊 做丢做不丢真的差很多啊 你可以看到啊 啊威胜啊哇他也说我要成功AI啊 哇大涨AI的一个人的一个列车 对他大涨一波上来 但是大涨一波上来之后 啊好多的一个专家 哇也也也告诉你哇卫生好卫生棒带你去抢金 你从技术现行来看我真的很漂亮 但是如果说你因为这样你你你跳进去的话结果你看最近怎么怎么下杀下来 哎光是这样下杀下来一张跌掉五十块 10兆就 六十五十万就没去了 啊所以我是我想这些你都要非常的清楚嘛 真正AI的受惠股一定是什么 长多换手整理之后继续攻嘛 啊如果是只是站到边夹AI 往往来的快去的快 怎么上去就会怎么下来 啊我想这一点你一定要非常的一个清楚 因为你可以看到啊 啊很多的一个股票比如说像今天的一个的一个先进光为什么今天会下杀 你看然后大兄也提醒大家你不要追啊你看我买在什么地方我买在八字头九字头104啊 啊大长上来我就告诉你啊 我高档啊 啊我开心火力放我带我只留低成本的一个一笔的一个啊的一个吃股虚报而已啊 啊但是你看到大长你才要去追今天这样先进光就不通下杀下来嘛 哦所以为什么大兄 哦一再的强调 哦你务必要跟紧我的脚步 做得做我们的经验查请追你可以看到最近有多少人啊 带你去买什么AI的一个医疗 哇什么什么医阳啊哇沙沙跌停啊 哇AI工业电脑哇沿洋沙沙跌停啊 AI资讯啊哇什么宏基斯沙沙跌停啊 哦你可以看到你买错的一个股票你怎么办甚至男子店今天也是怎样 哇这一波也是怎样的一个众说下下下下来啊 啊你如果你要不到股票 你要怎么真的要赶紧来找大师兄啊 啊我相信市场唯一真正能够领先市场带你来掌握啊 啊的一个啊的一个AI啊 啊的一个大商机啊 啊真正主流股啊就是大兄啊 我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啦 啊你真的与其你放任错误啊一直不断扩大不是好办法 倒不如让大兄来帮你创造新前途啊 啊你真的 要找对人啊你不要一直说哇有尤其最近啊看到很多的一个客户 啊打电话进来跟着其他的一个专家 哇股票套满党哇老师在台面上讲的 头头是道怎么跟老师讲的完全不一样啊 哦真的啦真的不要不要这样你要你要找就是找真正有实力的一个专家 哦不要每一次啊都是让我来插屁股这样总是不太好 哦那么来了哦那么AI到底 哦有哪些的股票仍然值得留意啊伪创 哦我可以告诉大家啊伪创哦那三天价差 哦21.5块100张现在赚215万之后 那不是叫大家去最高但是这种股票我可以告诉大家 如果AI有大行情 哦伪创 哦一定一定是主角之一 哦铁商角包括伪创 包括广达 哦那么伪创 哦那第二次的一个上车的机会到底在什么地方包括的跟广达也是一样 哦你可以看到三天啊短短三天我们已经大赚两趟了 哦两趟超过五成了那短短三天 啊这个价差100张就先赚400万 哦那么很棒啊这次如果有拉回的话我还希望他拉回深一点 哦有拉回我们又有 哦低阶减平货的一个机会 哦那么甚至你可以看到为什么我说有拉回又有低阶减平货的机会你可以看到三年模营键嘛 漂亮打底充满有效沉淀 一切才刚刚开始嘛 这种股票我可以告诉大家啦 下半年明年 啊AI啊广达伪创都还是主角啊 甚至包括三二一哥的一个双控也是一样啊 这种股票你看啊缔造全球澳人的绩效之后 那第二次上车机会到底在什么地方 想把握了的一个投资朋友务必务必赶紧跟上脚步 那么齐鸿当然啊他 这波表现很强没有拉回没有拉回我们不过单单续报就好了 哦大兄只坚持做对的事 包括AI的一个电源那个表格也是一样 哦那么这一波这个拉回的一个整理到底机会在什么地方 哦我想这些你都要非常的一个清楚甚至似乎是倒轨的一个这样 啊这个窗户也是一样 千元目标达正之后 哦你看10张就多就好了640万了啦 那这一波的拉回 那么拉回到底还能不能够买 哦什么地方才会是一个好买点 你不必猜了跟上大兄的一个脚步就就知道了 那甚至大兄昨天跟他谈到的一个检测的一个设备的一个 也是一样 也是收费AI跟车电的一个双引擎 哦那产业正在成长啊的一个向上的一个浪头之杖 像这种的一个股票啊整理完之后你不必想太多就是 就是会一波的一个上涨上去 那么甚至包括AI伺服器的达哥也是一样 哦21年模营舰 哦那么下半年才AI的一个伺服器才刚刚要开始出货 营运大进步像这种的一个股票冠性改变 未来的一个空间都很大 哦那么尤其像这档的一个股票我跟他说过的一个 詹姆斯的一个 旁的一个马基好兄弟 哦产业正在成长的一个趋势的浪头之上很棒 今天 哦做一个洗盘 哦做一个洗盘才刚刚要开始你看 祖先断才刚刚要开始 哦你可以看到 哦13年模营舰 冠性改变 祖先断行情准备随时启动 哦就像什么 哦就像啊细微你看 四天 连赚是跟那个涨金准 啊买在别人不敢买的一个地点上 别的专家做不了事 我们都 赚到了 我常说绩效才是最大优惠 领先才是最好投资 差一天真正差一天 你可以看到过去这一路以来 我们怎么当会员朋友 一档接着 一档开心赚 哦所以为什么我敢说你终究要跟着我 为什么不一开始 就跟 哦蓝盘见高手标鼓找贵人 哦大师兄 就是你的一个贵人 那么今天是 父亲节 那我说全天下父亲真的很辛苦 如果你今天只看大兄一天两天的节目 你你你不要参加 但是如果你已经看大兄一段时间已经印证来了 哦那么说真的你今天你想要把握的一个下半年的一个大行情 你财务想要翻倍再翻倍的上来 务必赶紧跟上大兄的脚步 特别是在今天的一个爸爸节 全天下的一个父亲真的很辛苦 啊父亲节由来到底是什么 啊很多人都说 哇爸爸 我学会的一个零用钱 哇补习会 我生活会 还有乱花会 啊身为父亲就说 我父我父我父 哦 所以父亲真的是很辛苦 包括的一个母亲 也都非常的辛苦 所以你今天你只要打电话进来 史无前例的优惠 啊大兄拿出最大最大的一个成立 史无前例的优惠 买一加八 买一送八 一年只有一岁的大优惠哦 透过来要再等一年哦 同时你今天你只要办好所序啊 啊大兄这一套与大物同行啊啊 操盘的一个秘籍啊 啊让你一起带回家里面有讲义啊包括了一个光点 啊就今天啊这是一个 史上觉悟仅有的一个优惠 啊这个优惠啊 啊主要目的啊我想不是会会来 因为会会你看我这一天两天啊就帮你撞回来了 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啊就是期盼能够为各位带来大财富啊 哦那么想要跟着大兄一起同步 掌握了一个好朋友 来这个电话务必赶紧拨通 0223219933 022329933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见哦拜拜 本公司以往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烦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这个做那个 每天忙都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谈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之根本 再到实地则房产业 必在收看频道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财收看 让你赚集第二份薪水